这个皮真够脆 不要把我自然头敲一下 大家好,我是安布 这是我们家最近特别爱吃的脆皮烤鸡 没有加一滴油 脆皮的效果却非常惊艳 方法也很简单 先来准备调料 这是盐和黑胡椒 比例是1比1 大概的分量是一斤鸡肉 对应一克盐和一克黑胡椒 黑胡椒在这里只是提味的作用 烤完之后吃不太出来黑胡椒的味道 另外涂抹的时候如果只涂盐 可能看不太出来用量 但如果有了黑胡椒比较容易把握 然后来处理鸡 脆皮烤鸡对鸡的要求其实不高 这是英国超市最常见的肉鸡 大概有两斤半 简单处理一下 然后从这边剪开 如果想偷懒呢 直接买鸡串来烤就可以了 然后把鸡瓶铺在锡纸上 涂上一开始准备好的盐和黑胡椒 热厚的地方比如鸡胸我就涂的颜色深一点 其他地方呢涂的颜色浅一点 不需要腌制 把烤箱预测到200度放进去就可以了 这道脆皮烤鸡关键就在于烤制的温度和时间 先用200度烤15分钟 把鸡皮里的所有油都逼出来 然后转上125度烤45分钟 最后再转上200度烤15分钟上色 如果喜欢吃孜然的话 就在最后上色的阶段把孜然撒上去 但是孜然烤15分钟就会有点焦了 我觉得烤10分钟是最合适的 这样烤出来的鸡肉很嫩 也非常容易脱骨 自然那点鸡仔这么舍不得 还找不得呢 那就找不着 这样烤鸡胸也是嫩的 不过由于一只烤鸡实在太大了 我们两个吃不完 所以鸡胸会留着下一顿和黄瓜一起凉拌 要是还没吃完就再下一顿煮个面 烤全鸡的好处是有鸡胸鸡架等副产品 那如果想偷懒呢 可以直接买鸡腿或者鸡大腿 甚至是鸡翅 烤制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鸡腿呢跟全鸡的时间也是一样的 如果烤鸡翅时间要适当缩短 第二阶段125度的时候烤20分钟就行了 我们最喜欢的呢还是烤鸡大腿 吃起来最过瘾 而且放浪之后用微波炉加热 味道也一样很好 这个方法我试了很多次 从来没有失手 你一定要试试哦 吃完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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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